要均匀一点 这么好吃的烧烤我不跟你们多来几个特型 我都觉得对不起你们 现在是晚上的22点59分 快11点了 停电了 我刚刚传播视频 好色的 我说打算去买一点烧烤 因为明天的话会有一天的事要忙 所以明天没时间拍视频 刚刚说要走的时候停电了 还是去买吧 估计待会儿应该会来电了 多少钱 一百三十十 一百三 哪儿谁出来 一百三 他不是他出来 不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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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还有四盒烧烤 刚才和我妈吃了一盒多 这个味道比上一次大家好多 这一家确实好吃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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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天是去先成立买的 也不是因为停电了才去成立买 好吃 嗯 这个集食我想去也没办法停电了 整个正常都停电了 别人也没办法烤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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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烧烤我要说一样 刚刚是捡了有三盒多吧 然后我还是想买一百块钱了 我问那个人 我说这里有没有一百块钱 他这个肯定没有 他这个估计只有四五十块钱 我想啊 他现在这么便宜 艾姆又拉了十串 结果 一算账 一百三 你说他是故意的还是不是故意的 不过他这个味道觉得可以 比我们正常好 算了不提了 我知道我一提美女老板 你们就会乱七八糟的说 哎 这个世界还有人呢 怎么都变成这样 你们都是一群邪恶的人 只有我是单身的 像我这样单身的人 点着能不能多几分 今天还有个人在夸我说 我是直播界的一股清流 没想到现在我就翻车了 刚刚还来问你们要点赞 没想到刚刚在要点赞 没想到那个评论 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好意思 唉 你们想 就是一个如此单身的人 现在都开始要点赞了 厚着脸皮要点赞 你们觉得你们好意思吗 你们好意思不点赞 我都不好意思 烤面筋烤面筋 烤面筋 烤面筋 要均匀一点 对 这么好吃的烧烤 我不跟你们多来几个特性 我都觉得对不起你们 哼 哼 那坑墨的基本上来嚼 今天晚上会跟我喝个四瓶酒 我本来打算喝一瓶酒了 今天有点热 喝个四瓶酒 喝完马上睡觉 就不知道热了 然后根据科学的来解释 这个水在人体里面寻传的时候能带着热量 所以就多喝几瓶酒 待会儿去里面掌着 然后就把热量带走 然后就不热了 就凉快了 这可以好好的睡觉 其实我现在想把衣服脱掉了 哇真的太热了 这衣服也全打湿了 但是我也不能脱 不能破坏了我温儿养的形象 最重要的是不能便宜你们 老人说看就看 非常 好可怕 哎呦 嗯 哎呦不错 嗯 嗯 还有午餐了 这酒等会儿喝完 嗯 再说一个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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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视频说的话不计 剪皮的时候会剪掉很多 我懒得打字幕 打字幕真的累 好了 就这样了 哇 现在都一点多 明天早上起来 哎 要去修电锤 然后 还要去拿去烂木 他 干管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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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